别离这么近,谢谢,谢谢大家 随着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的热播 大家都被剧中余生夫妇甜蜜的爱情给磕到 虽然距离这部剧收官已经有一段时间 然而却仍然有很多观众无法从剧情中走出 纷纷喊话,两人能够二搭 尽管导演会说有难度 但广大网友却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 从余生之后,关于肖战和杨子的恋爱绯闻便源源不断 甚至不少人从一些细节中找出司马迹 总是想为这个传闻找到一些实锤 虽然网友们卖力 但是肖战、杨子对于此事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自从上次为余生做完宣传之后 两人看起来没有了任何同况 而近日,肖战现身横店 某酒店参加新喜杀青年 他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进入酒店 在他经过时,有大批的粉丝围观 等进入走廊 工作人员将粉丝拦下 肖战与工作人员进入包厢 当晚,杨子在同一酒店参加另一剧组的聚餐 但结束之后,他与助理走出了酒店大门 几人快速来到了停车场 在环顾了一圈之后,终于找到了坐驾 一行人乘车离开 据悉,梦中的那片海的沙青夜 以及杨子的新剧《长相思》的品牌推卸会 都会在同一家酒店举行 在梦中的那片海剧组的沙青夜中 有网友疑似看到了肖战和杨子爸爸同框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竟然还是同桌 期间,肖战一直非常乖巧 不时地低头拿手机发着信息 偶尔还会喝口红酒 乖巧,太虚的表情,简直太喜欢了 正因为肖战跟姊妹会有什么好的事情时 据有一部分肖战粉丝认为 这位所谓的杨子爸爸 是梦中的那片海的摄影指导高齐 对比了一下,这两人确实很像 先说一下,杨子爸爸是隐藏的投资人 是新开拍的刘学艺、彭小冉主演的画媒的投资人 也是腾讯的剧 能和腾讯老总坐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能参加梦中的那片海的沙青夜也是很正常的 而这次坐在肖战旁边 的确不是杨子的爸爸 因为这件事情,双方粉丝还发生争吵 辱骂非常严重 先为大家澄清一下 不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杨子的现身 虽然同一家酒店 但肖战却并没有跟姊妹同框相见 可能这样是更安全的保护对方吧 毕竟这段时间 外界对于两人的关系传得也是扑素迷离 此时两人选择不同框 也是为了保护彼此 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 而现在在双方的一些粉丝争吵也是十分的厉害 已经攻击到偶像本身了 按道理说 网友磕CP,磕的只是美好祝福而已 可双方有一些特别的粉丝 确实玩偶像过于严重了 偶像只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资格追求未来的价值 并不是属于任何人的物品 也不是属于任何粉丝的 这样的情况就像肖战说的那样一句 沙青燕 肖战都参加了 接下来我们只等他的新剧 梦中的那片海尽早与我们大家见面了 相信一定不会让我们大家失望的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舆论说 可肖战跟杨子的CP使心里缺爱吗 在这里要反驳一下 肖战杨子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美好 祝福一对有缘人在一起 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传下来的优良品德 首先搞明白什么是科CP 粉丝们发明的网络词语 指喜欢、支持、荧幕情侣或者CP 表达强烈的爱意 CP里有的是真情侣 有的是想象出来的 有的是距离的 但是他们相处时的种种 都让大众们觉得很甜 那科杨子肖战的CP是心里缺爱吗 就题目来看 用的是心理学词汇 那我们来看看 科CP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 从生理角度来讲 我们科CP时 大脑会分泌多巴胺 这个神奇的物质 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兴奋 但并不是快乐 真正的快乐来源于 荧幕CP从荧幕走向现实生活 这个过程能够让我们大脑里的 血清素、催产素、内肥胎、 内源性、大麻素等发挥作用 带来快乐 多巴胺是贪婪的 血清素等是让我们快乐的 第二个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科CP的心理投射是 这对CP满足了我们 所有对友情或爱情的幻想 如果上升到真人 我们是希望这爱能延续下去 反映到现实中 就是希望这爱离我们更近一些 最完美的就是 荧幕情侣变成生活中的真情侣 所以我们在科这样的CP的同时 可以让人暂时忘却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快 同时对心中理想感情 去现化 是对美好的追求 所以会很上头 而我们正向的处理方式 就是从CP中得到的力量 不断地正向努力 变成更好的自己 用网友的一句话 我科的是CP吗 我们科的是 岁月静好 国泰民安 而去爱表现是什么 容易睡眠不好 做噩梦 情绪较多 开心不起来 情感淡漠 兴趣减少 恐惧 容易害怕 情感较脆弱 而且容易依赖 讨好别人 和人接触 掌握不好边界 自尊心和自信心低 我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缺爱和科CP有什么关系吗 是的 没有 科杨子肖战的CP 是心理缺爱吗 是真酸 还是别有用意 那怎么解释 当我们正向美好的科CP时 有人酸酸地来一句 科CP的人都是极度缺爱 科CP就是科血糖 我们在用心理学的投射效应 来解释追星者的行为 粉丝们会教 不能实现的梦想 欲望和快感 投射到偶像身上 或者剧中人物身上 比如说容貌 才华 生活阅历 能力等等 为什么灰姑娘类型的影视剧 永远都不过时 这正是因为 她投射出了 大多数少女心底的渴望 虽然我平凡 但是我善良 就会有很多人爱我 是啊 虽然很平凡 但一定要记得善良 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无论你是经家 道家 才子 革命家 还是留言家 在讲述CP梦时 或反CP梦时 请用理论数据 让大家信服 不是纯扯的脑补 异象 也不要纯做杠精 方式上 也不要口出恶眼 因为这像 确实很难看 最后用网友的祝福来结尾 我认为 我认为柯杨子 与肖战的CP的人 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 与缺不缺爱无关 因为剧中的两个人 是甜蜜的 幸福的 加上两人的演技都特好 不知不觉的 把观众带入到剧中 出不来了 他俩就像是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亲人 朋友 善良的人都发自内心的 希望他俩能永永远远的 这样幸福甜蜜下去 所以才会去柯他俩的CP 用你和你偶像身上的正能量 给大家带来美好 这就很美 杨子和肖战 这对余生夫妇和战子夫妇都很甜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美的期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